读音乐 反正也是肝腾症 也别等出去了 现在说说吧 说什么 说说思业 为了我 追御医 放烟火 安装保护我的事情吧 你也不必不认 这是师父跟白石困出来的 这两个拔不住嘴胆 当初我刚进国子舰的时候 我以为你跟他们都一样 处处刁难我 不过没想到 你只是在暗中 帮我争取平等的机会 关心我的生死 还记住了我随口说出来的喜好 尊重我的理想 也尊重我的习惯 其实对一个人好不难 难的是 用这个人喜欢的方式去对他好 尊重他 处处站在他的角度上思考 果然是哥哥口中那个 听话又黏人 贴心 懂事又乖巧的小伴 你说什么呢 没大没小的 叫我思业 我也就是看在你是 宇兄妹妹的份儿上 才一直照顾着你 不用客气 你看你看 我 我表扬你 我夸奖你 我赞美你 你看你 时日刻刻端着你那个四季的架子 这么没意思 就要非常赞美你 又冷了 嗯 冷了你还那么多话 再休息一会儿吧 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到了 再睡会儿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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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